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历代明老中医的经验总结 健康之路隆重推出 中医瑰宝系列节目 敬请收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 自古国宝东温哥交赞助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金玉华 我们都知道呢 中医是我们国家 五千多年的文化积累 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代表 它博大精深 渊远流长 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智慧的重要承载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 中医瑰宝 为大家深入地挖掘 我们国家的中医宝藏和中医传承 那我们今天呢 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中医瑰宝 是和我们国家著名的京剧大师 梅兰芳先生 密切相关 让我们一起穿越回那个时代 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赵炳南的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他捂着鞋类 面露苦涩 在家人搀扶下 缓缓坐下 原来梅兰芳患上了 令人疼痛难忍的带状泡枕 不光是无法登台 连普通的平躺睡觉都不行 赵炳南从面前的白色瓷盘中 拿起了一个黑色棍状的膏药 给梅兰芳敷用 一周后 梅兰芳到诊室给赵炳南鞠躬致谢 激动地说 赵先生 您救了我 那剧中的神奇的膏药到底是什么呢 有请今天的中医护宝人 大家好 我是护宝人追东梅 我来自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 大家好 我叫毛克成 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 掌声欢迎两位 中医瑰宝的护宝人 刚刚呢 我们是了解到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 中医的神奇瑰宝 居然和梅兰芳先生 有一定的渊源 这个在历史当中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是这样的 就是在解放初期的时候 我们梅兰芳大师呢 得了一种急性的皮肤病 带状泡疹 老百姓又叫缠腰龙的 这个病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的疼痛 当时呢 梅大师也是找过其他的医生看病 他和赵老呢 也是认识的 然后他到赵老 找到赵老来给他治病 就是赵炳南老大夫 是我们皮外科的大家 现代中医皮肤科的 可以说是奠基者和创始人 赵炳南老大夫 那赵老呢 就是用了这个神奇的药物 给他治疗了带状泡疹 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吧 梅大师的这个带状泡疹呢 就痊愈了 疼痛呢 也是明显地缓解了 他亲自到赵老的诊室 来给赵老鞠躬 表示感谢 真的没想到背后 还有这么一段神奇的故事 那今天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神奇的中医瑰宝 它到底是什么呢 请两位护宝人 接宝 大家现在看到了 就是这个看起来一个 挺不起眼的 黑乎乎的小木条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不是小木条 它就是样子 像一个黑木棍似的 其实它是一种黑羔药 是羔药 对 是羔药 不是植物啊 不是 从外观看 还以为是一个植物 这个黑羔药呢 和我们以往所见到的羔药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见到的一般是一种圆形的 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 它有没有名字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黑色把膏棍 黑色把膏棍 对 这个中医瑰宝的名 太奇特了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中医瑰宝 没有 没有听说过 看来大家对于中医瑰宝的一些了解 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希望呢 通过两位中医瑰宝的互保人 慢慢地介绍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 认识它 从而才能够继承它 好吗 非常感谢两位 我们先可以回到座位上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 中医瑰宝呢 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膏药 我们都知道这个膏药 都是在跌打损伤的时候呢 贴在这个受伤的部位 但是通常那个都是一片一片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 真的是很特殊 是一个棍状的 它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形状呢 这个呢 就是赵老啊 他对这个传统黑膏药的一个改良 那我们传统的黑膏药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是圆形的一大摊 那它在这个正常的温度下 它是一个硬的 这样携带起来呢 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用的时候给它加热以后 变软了贴在身上 那赵老啊 他是擅长看这个皮肤病的 那我们的这个皮肤病 它的皮损表现呢 往往就是一个一个的 可能特别小 那我们要是用这种一大摊膏药 那肯定是不适合的 而且这个随身携带 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那赵老呢 他就是把这个黑膏药的剂型 把它进行了改革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它就是进行了技术革新 那它就是把这个膏药呢 去掉了表背的这个肤料 把它直接做成一种棍状 那它在使用起来呢 就特别的方便 这个呢 就是赵老在给病人治疗 就是在用把膏棍治疗 那这个把膏棍呢 就是它做成这种棍状的 那很小的这个皮损呢 也可以用这个把膏棍来治疗了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像我们的活字印刷一样 原来是一整块板 但是我把它做成活字印刷之后 就可以特别的灵活了 那这个把膏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它变成一个小的 大的皮损 我可以把它涂成涂一大片 如果小的皮损 我就轻轻一占 就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等同于是以前也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形质 是赵老先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的这种需求 自己琢磨出来的 是这样的 这就是赵老的一种创新 把我们传统的黑膏药呢 变成了特别适合于皮肤科的疾病 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拔膏棍 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 赵老其实在解放初期 他就一直就在开始使用这个拔膏棍了 赵老自从到了中医院以后 就把自己的这个秘方和治疗技术 都无偿地献给了医院 赵老呢 不仅是我们医院的怨魂 更是这个皮外科界的态斗 赵老确实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一位前辈 刚才毛老已经说了 赵老他是我们北京中医院的建院元勋 是中医院的魂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医院的怨训呢 叫人树秦和 那在我的心里面啊 就是赵老他就是很好地践行了 人树秦和这四个字 人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仁慈仁爱 那作为一个医生 特别重要的就是 要注重医德的这种修养 那我们赵老呢 他作为一个一代名医 他对病人是非常非常的关爱 在早年的时候解放前 他就是那时候他就已经在北京城 已经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了 可以说是叫年方若冠欲满京城 找他看病的人非常的多 他也给很多的达官显贵啊看病 诊经也是非常丰厚的哈 但是呢他把这些的收入哈 他也用于去救助这些穷苦的百姓 那个时候就是得这个皮外科疾病的人 往往就是劳动者 穷苦的百姓他们没有钱去看病 那赵老呢就是 无偿地给这些穷苦人去看病 他每天早上在他的这个医馆 在他正式开诊之前 有一段失诊的时间 就是给这些劳苦苦力们来看病 免费地给他们看病 甚至呢就是比如说 这个病人他需要可能要换药啊 或者做小手术啊 赵老还要给他提供这个早餐 做完手术之后呢 还给他叫黄包车 给他送回家里面 还要把这个要用的药物呢 也是免费地送给这个穷苦的人 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叫 看病没有钱去找赵炳南 就是体现了他对这种穷苦百姓的这种关爱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人的一个表现 不光是医术高超 对 医德更是高尚的 对 那术呢当然那就表现在他的医术非常非常的高超了 他呢是熟读经典 而且刚才已经说了 他也是特别善于的钻研创新 所以呢他在这个治疗皮外科疾病上 疗效是非常卓著的 所以也是各地的病人呢也是慕名前来 那秦呢表现在赵老虽然是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医生 但是他这个医生当中都是一直在勤学苦练 他每天早上是看病 下午是配药 晚上还要再研读这个书籍 再不断地学习 赵老虽有一句著名的话 他就叫 全不离手取不离口 学习不停留 经验不带走 就是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呢 他也是无私地教授给这个后辈后学们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全国各地大家都在学这个赵老的经验 他的这个学术思想经验的方药 在他的书里面都已经体现出来了 不把这个秘方呢给他这个保留起来 所以他的这些经验呢 到现在还是为广大的皮肤科的患者在服务 那这个核呢就表现在 他对什么人都是特别的温和 他辈分非常的大 但是他对短辈啊 对病人啊 对同事啊 都是特别的亲切 每一个跟赵老接触的人 都会感觉到如暮春风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在看病的时候 他每一个病人来 他都要嵌生起来 跟人家来打招呼 对每一个人都要说 您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即使是年龄小的 我们在刚入学的时候 就要学习 叫大一经程 就是来告诉我们是如何当医生的 那我觉得赵老 他的这个医生啊 就是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 如何为一为人这样的一个典范 可以说是一个大一的典范 是我们后学景仰的前辈 从刚刚这样的一些黑白的照片当中 包括从您的讲述当中 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 赵老就是整个的 这一个行业当中的泰山 是我们所有年轻医生 一生需要追求的一个榜样 不光是学习如何做一个好医生 更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人 今天我们在临床上 作为年轻的医生 作为晚辈 还在用着赵老的这个方法吗 确实啊 赵老的很多的药 我们在临床上 现在还一直在使用 这个拔膏棍呢 就是可以说是 我们科的宝贝 我们一直在临床上还在使用 用于一些难治性的一些疾病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像 常见的皮肤疾病 对 这个就是一个慢性的皮炎的表现 还有呢 就是一个脚底的油 就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 一个表现 对对对 像这些 这个也是 这个是在纸端 长的一个 寻常油的一个表现 另外这几张都是一个 肥厚的皮炎的一个表现 湿疹啊 神经济皮炎 这是一大类 类似的疾病 就是我们统称为 一个皮炎 就是它在这个慢性过程当中 它可以变成这种 特别肥厚 增生 顽固难消 但是它又特别的搔痒 给患者的生活呢 带来很大的影响 那可能我们用其他的药物 那个药力呢 可能没有这么的大 所以我们就要用 拔高棍来治疗 这个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刚才我们提到的说 这个膏药 是能够活血化瘀的 是能够输精止痛的 那个好像是 针对于跌打损伤 但您刚才提到的 这样的一些皮肤性的疾病 似乎是范围更广泛 比如说一些皮肤的炎症 甚至是一些难治的皮肤的恶疾 也都是可以用这个 叫黑色拔高棍的 中医瑰宝来调理的 对 它范围就扩大了很多 对吗 对 因为它的作用呢 就是它有这个 活血化瘀通落 解毒散结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表现在 它有气血不通畅 或者是增生的 这样的皮肤病 或者是有湿毒的 这样的皮肤病 我们就可以用拔高棍来治疗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们在用这个 拔高棍治疗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的警察 来找我看病 他就是 因为警察的这个工作 是特别紧张的 那精神紧张呢 就容易患这种神经性皮炎 那他在这个手肘的部位呢 就是出现这样肥厚 脚化的这样的一个红斑 他治疗 他也用其他方法治疗过 但他工作也特别紧张 他也没有时间老去治疗 那我们就给他 用这个拔高棍来治疗了 用拔高棍贴上之后 很快 他的这个皮笋就消退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上 他在回去 第一次来复诊的时候 他的这个皮笋呢 就有明显的消退 他特别地高兴 他说 我这个皮炎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所以他给我的这个印象 特别深刻 一次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 他第一次复诊的时候 就已经有明显的效果了 刚才听这个周主任 说了很多 这个黑色拔高棍 他的运用范围又广 而且他的形态和传统的高药 也有区别 效果还特别地好 对 我就特别想问问周主任 这里面是不是蕴含了 非常名贵的这种中药材在里面 所以范围又广 效果又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吉林熬冬 安神不脑夜 科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听那个周主任 说了很多这个黑色拔高棍 他的运用范围又广 而且他的形态和传统的高药 也有区别 效果还特别地好 对 我就特别想问问周主任 这里面是不是蕴含了 非常名贵的这种中药材在里面 所以范围又广 效果又好 其实这个拔高棍 它为什么效率这么好 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是它的药物组成 它的拔高棍的药物 是非常非常多的 有二十多种的药物组成 这里面列出来的是 一部分它的药物 那在它的这个药物组成当中 有几大类 它有植物药 有动物药 有矿物药 那这些药呢 它们就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有这个活血通落止痛的 有这种解毒散结的 还有帮助醋渗透的 共同发挥 我们刚才说的 这样的一个解毒散结的作用 那它的药力呢 就是非常的强大 一个是药物多 一个是药力强 所以它才能发挥 这么强大的作用 另外呢 就是它使用的方法 它要在加热 温热了之后 借助这个温热的力量 它能够更增加它的疗效 另外呢 它涂布在皮肤上之后呢 它会贴敷在这个皮肤上 起到一定的风包的这个作用 那它又是进一步地 加强了它的药效 所以呢 这个药可以说是我们皮肤科 在所有外用药里面 它是一个药力最强的一个药膏 其实啊 一开始看到这个中医瑰宝的时候 真的没觉得它有多名贵 因为这外表就是一个 黑乎乎的小药膏棍 没想到背后有这么多的药物 是这些药物在共同发挥作用 才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功效 我注意到在这么多的药物当中 有用到仙的凤仙花 那个凤仙花好像就是我们小时候 染指甲的这个花 然后用的这个像蝎子 一定要用全蝎 还用到密封的房子 封房等等 是不是在选择药物上 是非常讲究的 对 这里面有特别好看的 这个仙凤仙花 这个呢 就是八卦棍当中的一个特色药物 凤仙花啊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指甲花啊 其实很多的花比凤仙花还要红 但是它涂不到指甲上 它为什么能这样的着色呢 就是跟它的功效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明 它的渗透性非常的强 我们就是用它的这个 强的这个渗透作用 那它的这个药用的作用呢 它就是有这样 去风啊 活血啊 消肿止痛啊 解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杏仁不是是咳嗽的吗 对 主持人还非常了解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杏仁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中药啊 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 这样的一个中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有这种降气啊 定喘啊 止咳这样的作用 它还可以有这种通便啊 润肠的作用 那其实它还可以外用 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的古籍当中 像《本草纲目》里面 就记载了用杏仁来治疗 皮外科疾病这样的用法 可以把它捣烂了 捣成膏 来治疗一些像 蟹 疮 血 肿毒 这样的一些 外科的一个疾病 所以我们呢 就是用它的 因为杏仁它有一定的这个毒性 它这个毒性呢 就是有这样的治疗的作用 解毒 散结 消肿 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是权鞋也是有一定的小毒的 对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有五毒之说 那蝎子就是其中之一 它就是有特别强的这种 通窜的这种作用 通落止痛 攻毒散结这样的作用 那在这个拔高棍当中呢 它就是有几种动物的药 来发挥着它这种通落 走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来祈祷 散结 解毒 治疗这些肥厚的这些 皮肤病 我们在家煎汤药 知道把这些药都抓来 然后放到锅里放点水 一煮就行了 但是要想做成药膏的话 黏黏乎乎的 还要发挥它的一些药效 那在制作的工艺上 是不是特别的讲究 很复杂呀 对 赵老呢 这个医药监通 它也 它进行医的 又懂得药 而且耕中药的赵老学 能做药 这把膏棍呢 就是赵老的一个发明 或者是赵老的创造 因为赵老呢 这个非常在行医之余 还有抽时间 很多时间去做药 亲自做药啊 对 亲自做药 做药完了用于患者 这样的一个呢 它可以了解药物的剂情 同样也更好地掌握药物的疗效 像说这鲜凤鲜花 它是趁着那个 被完全开花的时候 就直接采下来 加到里边 比如像这里有的白鸡粉啊 藤黄粉啊 这是作为药粉 投到药里的 熬高这个活呢 确实是个技术活 它的一个是体量大 一个规模大 像一般的药吧 你比如做其他的药呢 有个三两天 就成功了 就完成了 但是要熬高 一般就得至少要十多天 要有两周左右 这么久啊 对对对 这还不算准备工作 过去我并没有熬高 一般的熬高 都得十多个人参加 哇 这么复杂啊 十多人参加 对对 十多人参加 是要分工的 对 分工合作 这上个显示的 就是一个熬高的整个的过程 比如说熬高之前 要搭个灶 完了呢 要准备药 质地比较坚硬的 根净类的那些东西呢 比较坚持的是 鲜炸 鲜入锅 完了呢 是那些 什么花草类的后入锅 像这里说那个鲜药 那就是最后入锅 旁边那拿着的 对对 是棍子吗 不是 旁边这人 拿着的是什么 是一个漏勺 是勺 漏勺 叫漏勺 或者叫罩里 把那药呢 投进去以后呢 这药不能完全炸葫萝 炸到焦窟以后不是 捞出来 再继续下别的药 这是一个炸药的过程 我们叫炸药 这么复杂啊 对 下面一个就是 我们叫炼油的过程 因为把这药呢 炸完了以后呢 把药渣的就捞出去了 捞出去以后呢 过滤了以后 把这药油在火上重新加热 重新加热的过程呢 就是用我们的话 叫除水气 说这油里的还有一部分水 这里还有油 这个油呢 我们所说的就是植物油 说直白一点 我们就用的是香油 为什么说它的体量大呢 过去啊 大家都知道 在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 这香油呢 过春节的时候 一家才一个人 才有二两香油 还得拿那个叫 凉票去留 平本供应 但是那晚我们愿熬香油 我们的香油一熬 就是用个七八百斤 甚至上千斤的香油 为了保证这个药用 这个国家对我们用香油 是保证供应的 这个呢叫下单了 下单是怎么回事呢 说俗点吧 我们大家都有 在家熬粥的经历 如果这油呢 是水 那么这下这单呢 就相当于我们用的棒的面 就这么样 只有这两个混合以后 才形成粥 要不呢 没有它呢 就是油是油 水是水 混合剂 这个单呢 在用之前呢 我们这个张单呢 在用之前 是要经过晾晒的 要经过晾晒的 一般的呢 我们熬高的季节呢 都选在春末 秋初这个季节 干燥 对对对 这个做成高铜是半成品 做成半成品以后呢 就我们常见的是 摊到那纸背和布背上 那我们做这把高棍呢 就是趁热把它搓成条 那您说是不是 也不是刚上手的 这些新药工 就能干这事啊 对 它怎么也得工作 十年八年以后 完了经历过锻炼 完了以后 才可以操作 一个是用药特别的精荡 制作的工序 非常的繁琐复杂 而且全程都是纯手工的 哎呀真的是 做这高药太不容易了 听完了之后 我就想问问李然 你还敢用这样的高药 用得起吗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这个价格 尤其是用料这么讲究 一上就上几百斤香油 这个价格贵吗 我们院在保持传统制剂上 确实一直是保持着原来的价格 应该说是物美价廉的 它是为了就是 为了保证临床用药吧 医院在这上是不惜成本 什么叫做临床用药了 是我们在外面拿不到吗 刚才毛主任介绍了 这把高棍制作起来 工艺特别的复杂 而且呢 它的药物成分特别的多 我们要把这些药物成分找齐 可能都要需要时间 而且还要在特定的季节 就比如它的仙药 凤鲜花开花的时候 那才能去制作 制作起来呢 也必须得是熟练的药工才能做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产量就非常非常的有限了 所以我们在 而且在临床使用的时候呢 也是要有这个护士呢 帮助病人来操作 这个药呢 经常是用 供不上临床使用 也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有病人在等待 老来问说 你们的拔高棍做好了吗 来了吗 也经常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儿 也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确实是这样一个宝贵的药膏 产量也不是特别的大 那应用起来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节俭地使用的 不能说大夫 来给我开十根 这是开不出来的 控不上的 我能够借用一下您的这个中医瑰宝 黑色拔高棍吗 好 谢谢您 让我近距离地感受一下 有点像橡皮泥 改变形状的 它能够改变形状 大家以前用过吗 这样的膏药 别的膏药吧 一贴就行了 这个膏药得怎么用呢 我们真的是离这个中医瑰宝 离得越来越远了 大家了解的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特别有必要 让大家能够近距离地 来感受一下 这么好的中医瑰宝 它有这么好的一个药效 有这么悠久的传承 那到了今天 咱们怎么去正确地用到它 用到了 用对了 才能够真正发挥功效 对吗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中医院的 曹阳医生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黑色拔膏棍 这个中医瑰宝的 正确使用的办法 欢迎曹医生 您好 曹医生 欢迎您 您今天是作为传宝人 来教给大家怎么样 来正确使用 这个黑色的拔膏棍 我看您这还准备了 不少的东西 这个都是必要的 对 因为它需要加热 所以我们在医院 也就是在临床上 需要拿酒精灯 把它化掉 就化成软的 或者是接近液体的 再去用 现化呀 现化呀 刚才我们还说 这个怎么是 就是小小兵一样 软软的 感情待会还要化 这还不是一个 最重要用的状态呢 那我们也请到了一位 有相关皮肤疾病的观众 来体验一下 然后您在他的身上 来施制一下 好不好 打算欢迎这位观众 你好 欢迎您 您哪儿有皮损 这个脖子这儿 阿姨长这个小猴子 平常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我这儿有点痒 在这儿长得也有点不好看 所以你想给它弄掉吗 蛮取掉取掉的 您让草医生看看 这个适合用黑色拔膏棍吗 对 就像阿姨身上的这种 其实大家很常见 我们平常的习惯 说的叫猴子 就这个对吗 对对对 就是猴子 它不一定非得长到脖子这儿 有的时候手背 脚上 这种都有临床上 医生叫寻常游 所以咱们老百姓叫猴子 孤立地 增生地 这么一个皮疹 这能用膏药治吗 当然 那治什么 是这让它小还是让它没有 既然它已经是病理性的增生 我们用这个药贴上以后 让它慢慢地化掉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我们常用的有四种方法 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方法 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把酒精灯点燃 因为看到阿姨身上的颈部 它这个皮疹的大小 所以我们就事先搅好了一块 这个跟皮笋大概相似 或者大一些的这个胶布 把这个胶布 胶布就是医用的白颜色的胶布 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在火上给它加温 这就直接在火上加温就行了 对 对 它会呢 就像蜡一样 对 就像一个蜡油 不是滴在那个胶路上 收落就融化了 对 滴的这个面积 要根据咱们患者 它这个皮疹的大小的体积 化完了以后呢 因为它加温嘛 温度比较高 不是化完了马上就贴上 这样会烫伤的 所以我们化完以后呢 需要在室温里边等一会儿 试试它的温度 基本上稍高于皮肤温度 这样就可以贴到 咱们这位阿姨 这个脖子的皮疹那儿 明白了 感情就是这一根黑色拔膏棍 可以反复用好多好多次呢 是的 不是像我们想象 用这个花 一人一根 所以真的是不介绍 我们完全不了解 终于瑰宝是这么使用的 好 现在这温度可以吗 现在这可以了 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医生啊 就是他烧化了以后 我们手直接拿着这个胶布 能感到这个药的温度 温度 不是那么烫的时候 有温度 你可以试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 不烫手 这个温度基本上不烫了 那么咱们贴到 这样贴上就行了 这样贴上就行了 谢谢 一烫吗 不烫 那有什么感觉呀 现在稍微热一点 疼吗 不疼 那贴上之后 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 就刺激皮肤的感觉啊 一般是没有 但是呢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皮肤的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呢 可能敏感一些 那我们贴的时间可能就短一点 有的人能耐受 我们贴的时间就长一点 嗯 贴上之后呢 要比如说多长时间 需要换新的一天了 一般呢 就是如果 这些脖子啊 或者是躯干四肢 我们一天到两天 如果能坚持一天到两天 如果还有的这个皮肤啊 特别不敏感 能接受这个 而且它的这个皮疹 特别厚 特别大的话 那时间还可以再长 比如三到五天 然后给它摘掉 那这会儿要是洗脸 对 怎么办呢 它要是洗澡的话 或者是 如果它就是 比如手上啊 或者脚上 它需要经常清洗 每天清洗的这个部位 我们也主妇病人啊 就是它如果掉了 那你在家里面 把它稍微地烤一烤 就是加热一下 再加热一下 然后再贴上 对 它就又软了 就又可以贴上了 比如说这个是胶布的话 然后这边有药 是烤哪边呢 烤药的那边 烤药的那边 这样烤 对对对 虚热了以后 稍微虚一下 然后再自己贴上就行了 对 可以这样的 也挺简单的 掌握了吗 可以保持两到三天 都没问题 然后再需要去换药就好了 对对对 是这样 好 谢谢您 咱们再看看 这个黑色拔膏棍的 第二种用法是怎么用的 好的 第二种方法呢 叫低药法 我们就想象 这个是一块皮肤 对 怎么做呢 这是一块皮肤 中间呢 咱们模拟了一个皮疹 这种皮疹多建于什么 比如说羊疹 骚羊很重 就是避免不了老去骚抓 反而 羊 反而越抓越厚 它就鼓起来了 估计一颗一颗的 咱们化掉这个 把口棍的时候 往下滴的时候 为了避免正常皮肤有损伤 所以我们要事先做好 那么一个小的 这个保护的这个胶布 把这个皮疹呢 从正常的皮肤里面露出来 这正好呢 是可以贴到这上 就是在胶布上 剪一个小圆孔 对 是吧 剪多大呢 就是要依据 长的这个皮疹的体积和大小 这样呢 咱们就是把旁边的这个皮肤 保护一下 只让这个药膏 在我们皮损的部位接触到 剩下的好的皮肤不接触它 对 就变成了这样了 对 这烧多长时间就可以化了 那这你看好了 就这尖头啊 它融化 马上就融化了 融化以后赶紧放在这 看到吗 这有一滴 正好就滴到了这个皮疹上 直接滴啊 直接滴上 这个不怕烫伤吗 刚才不是还亮亮吗 增生的这种角质的东西里边 很少有过多的神经 所以我的目的呢 就是要这个温度和这个药的两方面的作用 把增生凸起来的这个皮疹把它治疗掉 这个温度对于缓解皮肤病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更懂中国人体制的朗尼盖特约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这个温度对于缓解皮肤病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它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就是一会曹阳大夫会给大家展示 它不同的用法 它这个药膏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温度我们要用于不一样的皮损 不一样的皮肤病 如果是增生特别明显 角化特别明显 那它可以承受高温 因为这个高温呢 它本身它就有这个活血通落散结的这个作用 它这个温度本身就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 像刚才我们说的 它不怕烫的 这种蒋子呀什么的 它不怕烫的 而且它的体积又特别小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这样低药的方法 是最适合的 真的是很神奇 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病变 它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功效 还能够直接作用到上面 对 太厉害了 就你想治哪儿就治哪儿 刚刚我们提到有四种 那下一种呢 下一种呢叫战烙法 根据咱们加温 这个头部给它加温的不同 最热的呢 刚才咱们演示的叫低药 这些特别热的时候 它都化掉 但是战药呢 还不等它化掉的时候 就这个温度的时候 直接拿这个把口罐 直接戳到咱们的有病变的皮疹上 适合于什么样的皮肤病变 适合于就是面积比较大的 我们常见的呢 就是慢性湿疹 神经性皮炎等等 这一个比如一片 我不能一点一点一点低 所以呢我们直接就 直接就戳到这上 皮疹的大小 它是不同的 因为长的皮疹不同 我可以根据它的大小 去控制我使药的这个面积 就比较比传统的膏药要方便 真的好讲究啊 刚才提到还有一种 第四种方式呢 第四种方式呢 叫加药法 第四种方式叫加药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根黑色把口罐 放在金属 或者可以加温的这个气面里边 直接把它通过温度高的去融化掉 融化掉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往这个药里面 加一些别的作用的药 因为得看它的皮疹 是不是要加强散结 软肩的作用 还是要有一些 化腐生机的作用 我们把它化开以后 把一些其他的药粉 加到里边 完成一个升级的 拔膏棍的方法 叫加药法 赵老呢 在研制这个药物的时候 真的是耗费了很多的心血 可能才考虑出来 放什么药啊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形制啊 其实是这样 这个药膏啊 就是体现着赵老的 巧思妙想 它不光是 继承了传统的黑膏药 这些这个治疗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而且呢 它就是通过 它的这个剂形 形制的一个改变 它的使用方法呢 也特别的巧妙 更加适用于皮肤病 而且赵老就是在这个 把它变成这样 拔膏棍这样的一个形制 它也是经过 反复的临床的实践 去调整 才能形成这样一个 特别适用于皮肤病的 这样的一个拔膏 对 然后就一代一代的传承 传承到今天 年轻的中医人手中 所以非常感谢草医生 刚刚给大家带来 这一个演示 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 中医瑰宝的使用方法 谢谢 这个黑色的拔膏棍呢 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又没有考虑 在赵老当时研发的 这个基础之上 把这个黑色拔膏棍 再往前去推进一步 2018年 我们已经把这个 黑色拔膏棍 完成了那中药传统之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申报工作 这也是我们医院 和对中药传统之际的 一种保护和传承 所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 我们也希望能够 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 中医的优秀的瑰宝 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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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